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未必 今天我们不谈佛 只聊聊吃素这件事 我经历了什么 从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变成了一个素食者的呢 我曾经也喜欢吃肉 我是个素食者 这让大家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吃素呢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在几年前我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 我是东北人 东北人喜欢吃肉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也不例外 什么红烧肉 锅包肉 怎么吃都不够 每到一个地方必问 你们家红烧肉做的如何 遇到地道的 我一定会把厨师请出来 指点我一下 遇到做的很差的 我会很不客气指点他一下 在家里的时候还经常自己做 看着小火炖肉颜色渐渐变得深红 心里那叫一个舒服 就等着满屋一箱呢 刚到北京那年 刚考完博士等着发榜的时候 住在中央电视台的家属楼 我曾一时兴起 大清早做了红烧肉 然后打电话把楼上楼下的哥们叫来 早餐吃红烧肉 大家全都晕了 哪有早餐就是红烧肉的啊 后来放嘴里一尝 都觉得不错 结果都给吃光了 曾经还特爱吃白鞋鸡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经常去吃 觉得简直是人间美味 几天不吃都觉得亏了 但是 等读了博士 事情就转变了 我的很多转变 都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发生的 那时候去食堂 总是遇到同学们吃得很简单 我很奇怪 开始以为是大家生活水平不高 吃不起肉 后来在一起一聊 感情这些同学都是素食主义者啊 点击阅读 为什么那么多人劝你吃素 原来因为他们都看了这个 我上一届的博士 叫陈松鹤 是位北一毕业的西医高材生 结果却从头学了中医 他是位佛教徒 非常的虔诚 吃得绝对是素食 还有几位同学 也有类似的经历 有的与宗教有关 有的是出于健康的考虑 大家都吃素 我反而成了另类 最后我思考再三 终于也吃素了 这一吃 也觉得不错 我吃素不是因为宗教 而是从医学的角度这里 我和大家聊聊素食的事儿吧 我虽然对佛教充满了恭敬 但是 刚开始吃素的时候 却不是因为宗教 而是从医学的角度和同学们讨论后 决定吃素的 原因是 现在的肉问题太多了 点击阅读 为什么那么多人劝你吃素 原来因为他们都看了这个 农村过去养一口猪 需要一年的时间 到了春节 才挑一个大的沙吊吃肉 这是正常的生长过程 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 我们不能每天吃到肉 现在不同了 我们中国十几亿人 每天都要吃肉 这是一大难题 怎么解决呢 让猪快长辈 于是 发明了很多饲料 猪吃了 两个月就长大了 这种饲料里面有什么 我们想想就知道了 留在猪肉里面多少 我们也多少能猜到一些 这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事 国外也是这样 这是全球性的 有国外的学者统计了 说目前网家畜身上使用的各种药物 包括激素和抗生素 有2700多种 这些药物保证了动物可以快速地长大且长的肉多 但是 各位想想 这些东西最后可都是我们吃了呀 除了家畜 其他的肉食也是这样 比如养虾 我前几天还听朋友说 老婆怀孕了 想吃虾 那就吃吧 于是就买了很多 其实这个虾也不安全 我知道现在都是虾吃养虾了 饲养者不断地往里面撒激素 这样虾两个星期就长得很大了 我的一个兄弟 妻子患了乳腺癌 我问他喜欢吃什么 结果他说非常喜欢吃虾 一顿可以吃两盘 这里面有很多雌激素 我们知道 乳腺癌就是和雌激素紊乱相关的 大家都说海参好 我也知道 那是养生的东西 但是现在也是饲养的 为了除去池子里面的水草 需要往里面撒药 这些药难道不会吸收进海参的身体里 还有大闸蟹的 以前都是秋季才有黄啊 后来我发现 如今任何时候都有黄了 我的母亲曾经连着买螃蟹吃 说都有黄 我突然醒悟 这个季节怎么会有黄呢 绝对是用激素了 后来一打听 果然如此 于是坚决不让母亲再买了 所以有人说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其实不算勇敢 现在敢吃螃蟹的人 才是真的勇敢呢 肿瘤发病率直线上升 其实 我们现在的肿瘤发病率已经非常高了 其中与肉食相关的大肠癌发病率就成直线上升 不断的有朋友问 自己的小孩子怎么这么早就发育了 上次我介绍了一个朋友的孩子 去找妇科大师柴松岩给看 柴老上来就说 这是吃出来的 以后不要吃什么什么了 激素会导致什么呢 以前美国对于绝经期的妇女 都主张补充雌激素 口服 后来不这么干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肿瘤的患病率上来了 一研究 原来和补充雌激素有关 于是这种做法就停止了 有报告称 北京时癌症发病情况 1996年是1955年5.2倍 其中大肠癌增长是6倍多 当然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 原因比较多 空气污染 食物结构的改变都是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总是听说周围的谁的肿瘤了 可能有人认为这是错觉 是信息沟通比以前顺畅了 其实不是 这些研究数据告诉我们 现在的发病人数 确实已经成倍增长了 有英国医学专家 考察了我们的状况后说 中国的恶性肿瘤发病率 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再过十年 将会是高峰时期 肉类的熟食就更没谱了 一般在做肉的时候 会放入闷肉粉 比如烤牛肉 现在我们会发现 这些牛肉越来越嫩了 以前咬不动的牛肉 现在怎么 变得入口急化了 有一次 我帮助一个饭店老板安装有线电视 他们那里本来是没有线路的 我找了朋友 于是老板非常感激我 有一天店老板推心致富的对我说 我自从开饭店后都不敢吃烤牛肉 烤羊肉串了 因为这些肉都是用嫩肉粉做的 你想啊 能把牛肉腐食成这样 吃到胃里面 你的胃不也给腐食了吗 这个老板说的对 那肉粉里面加入了一些溶解肉类蛋白纤维的物质 这些东西 对人的消化道同样是起作用的 我们的胃整天被棋捕食 后果可想而知啊 还有 有的肉类加工好以后 变得颜色很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可以使得肉类发红 它的具体作用是使得肉类不腐烂 可以多卖几天 但是这个亚硝酸盐是可以转化为亚硝岸的 而这个亚硝岸是致癌的 一般制作香肠的时候 添加的亚硝酸盐国家是有标准的 但是小商小贩自己做的话 那可就没有标准了 为了多存放几天 他们是敢多添加一些的 我经常看着卖熟食的大盆里面肉类都是红红的 心想 我的天啊 放了多少的亚硝酸盐啊 这些问题想多了 就会觉得现在的肉其实 和以前的肉不一样了 里面人工添加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这样肉类的产量大了 我们都可以吃得起了 但是风险太大 代价太大了 我觉得这是政府的两难抉择 一方面 老百姓要吃上肉 全国人民都要吃肉 如果一年养一头猪 那大家就都要嚷嚷了 我们怎么吃不上肉 可是 现在这么吃 未来的问题也很多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会提高 这是政府没法来说的 难道政府会号召大家都不吃肉 所以 还是我们自己清醒一些吧 少吃虚肉 保护我们自己 蔬菜里面虽然也有农药等问题 但是 比肉类少多了 一般农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药性退减 而且很多蔬菜是非常便宜的 不值得放太多的农药 所以比如大白菜 大萝卜等是比较安全的 寂静法师 寂静法师 人称教育和尚 四川年竹人 1987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发动机系 先后在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北航 北师大 川大 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学习 现任四川德阳高孙寺主持 上海惠龙寺 成都大慈寺首作 著有畅销书 让孩子成才的秘密 销售近五十万册 创作的奇闻能量朗读 让世界因我而美丽被学校 企业读送近三千万次 用中国的阴阳论 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健康 通常生病 有灾难就是因为阴气中 我们学会把阴转化成阳就好了 素食是属阳的 肉食是属阴的 吃肉接受的是阴气 吃素接受的是阳气 动物的内脏是最阴的 为什么 因为动物的内脏没有见过太阳 但是植物却天天沐浴在太阳下 我们知道 发怒时的妈妈不能给孩子被奶 为什么呢 因为发怒的时候奶水是有毒的 更何况是有直觉的动物 当动物被杀的时候 是痛苦还是欢乐 是愤怒还是祥和 所以 可以想象动物在被杀的时候是不是有毒的 是不是把痛苦的信息放在肉中了 当动物被杀时存留在身体的负面信息积累在我们身上 积累多了就会生病 更会对我们的灵魂有害 这叫聚阴 食物是阴阳和和而生的 很多肿瘤或是癌症 就是因为聚阴太多 慢慢积累就成熟了 便尝出了包块 所以我们要吃素 吃素也是有所选择的 我们要吃新鲜的 最好吃活的 什么是活的 放在土里会发芽的 或者是还能生长的就是活的 比如一些豆类 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活的 最好少吃加工食品 因为加工食品的生产日期 就是食物去世的时间 其实我们吃的就是味道而已 没有什么营养 阴阳不仅体现在食物上 在很多非物质方面 也是同样的道理 食物分阴阳 比如人体 我们看得到的是这个肉体 但实际上 智慧这个肉体的是看不见的思想 就好比 电脑要进行各种程序 的运行式软件在指挥 而硬件是一个载体而已 同理 没有信仰属因 有信仰属羊 因为有信仰会时常让我们持续感受到依靠 爱 慈悲等等正面的信息 而没信仰时 人时常容易感觉生命无力匮乏 比如我们在进入光 明世界的冥想时 我们整个生命化成一片光明世界 充满了阳 能让人感觉到阳光 温暖 喜悦 祥和的冥想就是输阳的 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无精打采 无力无神 就是阴比较重 可以通过将头发剪短 常穿浅色的衣服 从而达到阴阳的调节 如果我们过去总爱说一些消极的话 也是属阴 那现在就最好常说积极的话 补充阳气 时常在美别人 也是补充阳气的一种方式 所以 当阳气充足时 人的身体和精神 就会感到非常轻松愉悦 健康轻盈 反之 也不用担心 可以通过补阳的方式调整阴阳 从而获得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